乘坐直升机 用AK不枪猎狼是什么神仙操作 在前几期视频中 土耳其人用砍高拳去猎狼 效果甚微 而本期视频绝对过瘾 视频在俄罗斯雅固特地区拍摄 毫无疑问当地的野狼泛滥 当他们吃光了所有能捕获的洞口 开始入侵人类的栖息地 摇走居民的水 咬死牛羊马蹄 甚至还有袭击人的情况发生 或使当地居民采取非常规的方式消灭 相比在哈萨克斯坦 骑马和驾驶雪地摩托狩猎人 乘坐直升机受灵 手段更粗暴 但效果却是极好 驾驶直升机可以完全忽视地形 而且能去到更远的地方去消灭 而且猎人还使用了飞飞步枪 一阵打打打 简直不要太残暴 生活在城市里的圣母不会理解 如果一个地区狼的数量太多 对本地区的生态将是毁灭性的 狼是掠夺者 他们不会后悔 杀戮是他们的天性 一转眼猎人已经消灭了三匹狼 这些狼不会被丢弃在树林中 猎人会将其带走 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顺便说一句 在雅库特地区有用狼肉做包子的传统 好了 考虑到本视频一次引人不适 不再过多剪辑 就这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